今天回来说印度 印度出了什么事呢 我今天看着真是不知道哭还是不知道笑 印度今天正儿八经 它的新冠确诊病例突破了100万 现在是全世界新冠确诊病例排在第三 第一美国冠决超群 第二是巴西 巴西能排第二我觉得是不容易 这个跟他总统不是都确诊阳性了吗 总统确诊阳性之后他不死心 说我再测一次 是吧 再测一次万一是阴性的 万一是假阳性的 一测还是阳性 乖乖的是吧 你待在家里吧 但巴西起码知道自己新冠疫情是比较严重 那印度似乎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 印度的卫生部长 昨天在给老年治疗中心 不知道什么东西剪彩的时候 说印度的防疫工作 那是做的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 就 我当时这些感同身受 你说是他就是 那么你说床一座的比较回来都好 你现在突破了一百万 那么你具体是哪里增长数这么高 哪一看啊 麻辣施拉邦啊 人口最密集 德里面也是第二大城市 是吧 往下一拉 看了德里拿了之前啊 上周 上周啊 各位这是新闻 上周做的 随机抽检的路人的新冠抗体 德里的结论是什么 百分之十五 德里的人口是有新冠抗体的 百分之十五的人口 什么概念 各位 德里啊 德里是印度第二大城市 是 世界第二啊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仅次于世界首都孟满 这么一个城市 他人口是多少呢 三千万 三千万的百分之十五 是多少 各位 四百五十万 我这个数字说出来 我自己都不相信 他们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报道 自己自己的报道 印度斯坦时报 上面报出来 百分之十五啊 所以说 光德里就四百五十万 你说印度全国 现在一百万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新闻 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好吧 那听到了这个数据 各位可能要问了 说一般得病 你得病很好藏 但是年轻人未必不得重症 你医疗三千岔 得了重症之后救不回来 人还是要死的吗 死人 你很难藏啊 你生病的人 如果真的那么多 你死亡率不应该这么低 你死的人不应该这么少啊 对不对 那出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出在 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比较正规的医疗资料要归党的国家来说 死亡病例是很难掩藏的 但是对于印度来说 似乎还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 我看到一个例子 卡拉拉帮在印度的最南边啊 是偏离印度政治中心这么一个帮 患者得了新冠死亡之后呢 是医生本人带着医护人员拉到拖拉机上 然后就就埋了 那么是医生拉着患者的尸体去埋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活 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吉利 包括殡仪馆登记的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吧 我截取一小段 首先第一件啊 人死为大 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带潮动 但是他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他配乐要配这个乐 这我一个外国人听起来 的确是有点像洗丧 那么第二件事情 就是周围的这个环境啊 这个我不做评价 这个医生是真真正诚的博士 但是这个医院的环境 毕竟我们自己国家 基建是全世界最牛逼 那我不能 我最牛逼 那我看别人不行的 那我看谁都不行 对吧 但是这个基建的确不怎么样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你一个博士 你一个医生 你用患者的尸体全副武装 穿着防护服 戴着口罩 但是我们仔细发现 就是他中间的这个领口啊 是敞开着的 他用戴着手套的手剑啊 搞了一下头发 搞完了之后 把自己的头露出来摸了一下 大哥那你穿防护服干什么 你戴手套干什么 你这一拉又一摸 你不是白穿了吗 这实在是让我觉得 我要生病 我不愿意去找这么医生 没有任何专业性可言 回到德里 德里的市长呢 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出来说啊 说德里的整个的疫情啊 防控非常稳定 能力有方 那么现在虽然说人均检测 人均检测是15%的人 新冠有抗体 但是呢 这个连他们预期的一半都不到 这个人自己讲呢 好吧 我这边有证据 不是我一脸不瞎边 我这个人实事求是 印度斯坦时报 他自己讲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德里3000万人口 30%有抗体 这符合你的预期 你预期的是900万人 得了新冠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董王是太自傲太自满 我觉得你这是谦虚的典范 900万人啊 你要知道全世界现在 明面上得新冠 他是1350万人 你光印度德里 你就预计有900万人 当然你现在的人口分布来算 是450万人 这个没得洗 那我觉得反正印度的数据 之前跟大家讲过 印度的数据只有天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官员 无论是卫生部长认为 这印度的防疫做的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 也好 地方首长也好 说这不到我们预期的50% 而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 那疫情本身 无论地方政府也好 州政府都不打算管了 但是印度网民普遍的认为做的不错 而且有非常多的印度人啊 在网上吹说 印度政府多么体恤民情 在人口大的这个国家里面 那检测数第一 那这个话我看到的冷笑两声 你也检测数第一 我立马是吧 我没有数据讲话 啪在这里拉出来 现在我们看看检测数谁是第一 这个是确诊人数对吧 美国第一这没忘记 这边有个total tested 所有检测数 我点一下这个按钮 啪的一下 谁第一 谁第一 这上面几个零数学不好好吧 个十百千万 十八百万 九千万 中国测了九千万人 中国检测新冠的试剂盒 加上对外援助的那些 全部贴在一起 手接尾 都估计能绕地球个一圈了 你说你是人口大国里面检测第一 我真的是不服气 好吧 但这个地方差一随 我们看美国检测数是非常多的 美国检测数差不多是我们一半 所以说虽然我这边是我个人 从地方的也好 官方的数据上面来看 我并不觉得美国检测了这么多人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检测了这么多人 因为我周边的美国的同学也好 看美国的媒体也好 无论是红还是蓝 都在抨击说检测不够不够不够 我看CDC一天也就是检测个五万 一个月一百五说 现在估计也就是检测了九百万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这个四千五百万是哪里来的 当然你说了有四千五百万 那我就信 好吧 这个问题上既然是官方公布的数据 我起码不质疑 我不造谣不传谣的 凭数据讲话的那么一个人 那么印度盲目自满自大之后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 世界首都孟满 今天在下暴雨 191毫米的暴雨 自2015年来最大的暴雨 那么暴雨就意味着什么呢 之前已经说了基础建设一塌糊涂嘛 那就涉及到几排水了 你一个没法隔离人口的巨型都市 本来就利己 虐己 互泻 祸乱 乱七八糟的鬼 结果现在又下暴雨 再给你几排水这么一搞 再加上新冠 怪不得你懂 你要说这里面没点门道 那我觉得是真有点邪乎啊 之前已经说了 印度今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昨天还看到说是雷电劈倒了一个树 那个树压下来砸死了九个人 这种新闻要是在国内 那估计是头版头条 在印度连地区报纸都没事 上头条的是我现在讲话 是吧 我现在讲话之前20分钟啊 India Today 今日印度上面报的 说下暴雨 梦买的两栋楼房给鱼给冲塌了 现在是八死23伤 这种新闻说句实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 反正呢 印度网友是入不了他们的法言 毕竟机种性不算人嘛 有没有人觉得印度现在做的不好的 有 反对党有 比方说啊 扛大塔哥帮 这班加罗尔 这哥们啊 这哥们 反对党领导人 他们这个帮的卫生部长 只有神仙下来才能帮他们 对这哥们你表示现在印度之理疫情不利 的确这是句实话 但是你作为一个卫生部长 你能不能把口罩戴好了 做一个正儿八经博士的医生 戴了手套穿着防护服 然后用戴了手套的手 捋着自己的头发 把防护服给撩起来 你一个卫生部长讲话 你口罩都不戴好 你印度在搞什么 当然我估计拉一个印度人过来 他坐在我旁边 能给我找100条理由来 好了 那邦底下发生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要问了莫迪老仙在哪呢 莫迪老仙忙着呢 莫迪老仙现在在美国 明天他要到联合国 金社发表一个演讲 演讲是他第一次当选为 非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 这个对于印度来说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印度和日本一直想 这能不能对吧 让我们也进安理会 我们不要一票否就全都行 我们怎么样都行 什么利好都给你们 我们只要占个喜欢蛋 就是没想任 现在非常任理事国 让他所谓的压倒性 结果之后 莫迪老仙赶忙要发表高论 发表什么高论呢 总理府自己出来说的 说疫情之后的多边主义 怎么构建国际协作 怎么构建区域贸易 大哥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国家多少人得了新冠 就你这个新冠人数 你怎么构建多边贸易 你怎么能说服人家外国人 到你们那边去啊 敢不敢去啊 我想问一句要不要命啊 你那边人均说明29 我那边欧洲国家有钱 那么资本家 平均说明现在都五十几岁啊 玩得起吗 玩不起啊 干点正事行吧 当然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只是讲讲大家一乐 OK 尽量讲 OK 尽量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